如果有一种学英文的方式 可以让你建立语感 学到最实用道地的口语 让你发自内心的 想去查单字的意思 还可以了解英美文化 甚至发泄自己内心满意的情感 进而爱上英文 而且还不会忘 这样你会不会跃跃欲试呢 是的 答案已经在你心中了 它就是听歌学英文 今天让我带你 透过西洋怀旧金曲 还有三位传奇人物的故事 来学会最常有的联姻 was a word 的使用时机 还有过去是最浪漫的含义 最后再一探 could 这个字的声音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欢迎来到我的听歌学英文第一集 这首歌我相信 不论是Y世代还是Z世代 都一定听过 这是美国老牌乐团 Carpenters 木匠兄妹 在1973年的代表作品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 你有注意到第一句当中的 When I 似乎变成了 When I 吗 这其实就是英文最常见的联姻规则 即前子联后母的现象 也就是当前面那个字字尾是子音 而后面那个字首是母音的时候 就会形成联姻 这种联姻其实不外乎就是延续前面子音的嘴型 和后面的母音结合 例如 小的时候我总是听着收音机 即在的下一首是我最喜欢的歌 所以当我们要表达过去的状态 或者是位置 或者是像职业这种 没有明显动作的状态 用was就可以了 例如 When I was lazy 当我有点懒的时候 When I was in Taipei 当我在台北的时候 When I was a student 当我还是一位学生的时候 注意到这里也有联姻了吗 was in was in was a was a 后面的那一句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 是否曾经让你怀疑过 这点当中的favorite 好像是favorite呢 其实这就是省略了央阴 呃之后 叫主流 道地的念法 很多字其实都有这个现象哦 例如家人 family 你可以念成family 不同的different 更多人念的可能是different different 还有餐厅 restaurant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想轻松一点 就可以念成restaurant restaurant 再送你一颗钻石 你可以不需要念 diamond 而念成diamond diamond 仔细去感觉一下 这样念真的有比较轻松哦 记得小时候 常常听妈妈在放这首歌 特别是副歌这一段 当时大概只有七八岁的我也能哼上几句 然而拥有天类嗓音般的妹妹Karen 却在1983年因为长期严重的厌食症而过世 当时她只有32岁 我自己最喜欢的carpenters 还有世界之巨 还有世界之巅 Top of the world 靠近你 close to you 还有这首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下次Blue Monday的情绪又来的时候 不妨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位歌手 也曾经在她的歌曲中唱过 When I was young 如果说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位女神的话 那我的女神就一定是她了 这是加拿大天后Celine Dion 在1997年为电影《铁达你好! The Titanic》 现唱的主题曲 My heart will go on 我心永恒 这首歌当时轰动了全球 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单曲之一 Go on是继续 Continue的意思 其他搭配on的动词片语 我们可以一起学起来 例如穿戴 Put on 上车 Get on 还有我最喜欢的 Move on 它通常指的是 面对现实 忘掉过去 释怀的意思 还有会令人有一点脸红的 Hit on 搭讪 还记得看每句选英文当中那一句 Are you hitting on me? Are you hitting on me? 音乐其实也可以是鼓舞人心那一股最温暖的力量 还记得自己大学刚毕业 在台北工作租房的时候 心中常常默念的就是那一句 All by myself Celine Dion的空灵美声 也曾经在奥运的殿堂上 鼓励着顶尖的运动员 这是Celine Dion在1996年 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线唱的 The Power of the Dream 你可能不知道 她还在春晚上唱过茉莉花 如果你不知道英文为什么要有过去事 就让她唱给你听吧 这是1993年Celine Dion的 Because you loved me 因为你爱过我 当中有几句歌词是这样唱的 You were my strength when I was weak You were my voice when I couldn't speak You were my eyes when I couldn't see I'm everything I am Because you loved me 你可能不知道 Celine Dion自己的爱情故事 比Jack还有Rose的更为凄美动人 她在26岁的时候 不顾母亲的反对 嫁给了大塔 二十几岁的音乐制作人 Renee Angelio 虽然Renee有过两段婚姻 但是她很早就发觉了Celine Dion 在她17岁的时候 就为了帮她出唱片 而抵押自己的房子 婚后几年 Renee就被诊断出罹患咽喉癌 当时的Celine Dion事业如日中天 她调整工作 不离不弃 先后为Renee 诞下了三个儿子 直到丈夫 离开了这个世界 Celine Dion曾经说 I never kissed another man in my life That's why she is the goddess in my heart 近年来Celine Dion对外宣称 她得了僵硬人症候群 健康状况 每况愈下 甚至还有传出她过世的消息 I'm working hard every day 前阵子 她在2024年 葛莱美奖颁奖典礼上意外现身 颁发年度最佳专辑给Taylor Swift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画面 Thank you all I love you right back Taylor Swift 她不忘提醒着晚辈 珍惜这个机会 是音乐带给人们的喜悦和感动 才能让你们有机会 站在这个舞台上 那你呢 你的信仰是什么 你相信the power of the dream 还是the power of confidence 信心的力量 还是the power of smile 微笑的力量 或是the power of music 音乐的力量 请打在留言区告诉我吧 如果你喜欢这样全新的影片内容 请记得帮我按个赞 并分享给那些您 和你一起听西洋音乐的朋友好吗 记得有一次在阿滴的影片当中 听到他说 要喜欢英文才能够学好英文 这句话我非常认同 这20年来也感同身受 但是我更认为 享受英文 你就更能学好英文 所以有的时候我超想大喊 Thank you for the music 诶 这首歌你听过吗 这是来自瑞典的阿滴合唱团 1977年所推出的作品 Thank you for the music 它虽然不是阿滴最具代表性的歌曲 但是我认为 在那个年代 这首歌一定鼓励了许多孩子 找到并发挥自己的专长 她的前两句是这样唱的 第二句是 She says I began To sing long before I could talk 妈妈说 我会走路前就会跳舞了 妈妈还说 我在开口说话前就会唱歌了 所以你对could的这个理解 是不是又升华了呢 没错 could可以指过去的能力 例如 I could do car wheels when I was six 我六岁的时候就会翻跟斗了 So what could you do when you were six? 在阿滴众多快智人口的金曲当中 我相信你也一定听过 全是心中恋爱心境的 Mamma Mia 还有华丽转生的Dancing Queen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这是我一个全新的尝试 昨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日 我带你又去图书馆 我自己花了两个小时 写了今天的这篇稿子 好几次写到激动处 手都在颤抖 所以希望你可以告诉我 对今天这个影片的意见和想法 期待下一次 我们再一起回味 人生当中的good old days 拜拜